在中部不像台北高雄有那麼多資源 很多同志的狀況是不被看見的 而且生活也充滿了困難 同志文化很容易被忽略 今天在這裡我想跟大家說 台中中台灣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同志 我們今天在這裡要告訴台灣告訴總統 我們一直都在這裡我們要被看見 要被看見 中台灣是我們的家鄉 在我們的家鄉我們要走出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的生活 台中的高雄的同志遊行都是聯盟 可是你就會發現其實在花蓮喔 是由東華大學來舉辦遊行 那我們也沒有聯盟 今天就一個人在這裡 那可是要跟大家講的是呢 可能東部離大家很遠 可是我相信大家 喜不喜歡原住民的小gay 喜歡 然後或是原住民的帥T美婆 非常的忠心 對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可能東部就是來東部玩 那今天可能我在台上就只有一個人 可是呢其實台下呢也有來自東部的東華大學 將近上百個同學 不管是同志朋友或職同志朋友來到現場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很多人不能來 就很多人告訴我們說 我沒有時間 我沒有錢買車票上台北 或者是我不能出櫃 我如果上街被家人看到 被部落看到 可能我會被罵 我會被打 我會被趕出去 那我覺得剛剛講 城鄉落差 城鄉差距 那離我們好遙遠好遙遠 可是在我們在花蓮 或是在舉辦東部的同志遊行的時候 我們發現 或是甚至不只同志 甚至感染者朋友 他可能要看醫生 對不起 花蓮的指定醫院是沒有藥的 或者是他可能 他要藥呢 要等兩個禮拜才能拿到藥 那我想這城鄉落差 或城鄉差距就是很現實的 那我覺得其實今天代表 東華大學 同辦社 我們走了三年的同志遊行在花蓮 我們希望說看到這些 資源的落差 或是看到這些真正的需求 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來到台北 我們知道我們走上街頭 是為那些不能走上街頭的人而走 我們知道我們的每一步 都是為了讓其他人 包含我們自己能夠過得更好 今年的主題是看見同性戀2.0 認識性難民鬥症來相挺 那我們希望說就是在我們社會裡面的每一位 同志朋友 或是不管是同性戀 不管是同性戀 雙性戀跨性別 還是更多更多更邊緣的更少數的同志朋友 都希望你們可以看見 我們這邊有這麼多的夥伴 以及你身邊可能也有很多夥伴 已經願意站出來讓大家看見 讓大家知道說你們也是他們的夥伴 這樣子 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才能讓這個社會看見我們的存在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見彼此的存在 然後我們才可以一起 一起跟這個社會講說我們要什麼 或是跟這個社會講說你自己要什麼 第一次參加台灣同志大有行 太棒了 太棒了 歡迎師太棒 台灣人熱情 熱情 我覺得這個真的 我很記得就是在大概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 對我剛剛回到香港 那那個時候其實 我身邊就是 朋友那個時候也不是很多 那當然也沒有愛情 對 那那個時候 我很記得我來了台灣 然後我去 找到愛情嗎 我找到 帶回香港 我在書裡面找到愛情 在書裡面 對 我就是去了那些 你知道那些小書店嗎 然後我就去找關於同志 關於這個議題的一些書去看 所以你初次在亞洲找到這個同志相關的資訊 所以你是在台灣 可以這麼說 哇 然後但我覺得真的很神奇 從十多年的就是要躲在一個書店裡面去發那些書 到今天我可以站到這個舞台上面 跟你們一起去為這個 第十一屆的台灣同志大遊行 可以去做這個開幕 我覺得 我們都走了很遠的一條路 那希望大家 給一點掌聲自己 給一點掌聲 給你們自己好不好 希望 我常常都跟我們的同伴說 因為我們在香港也是一直在爭取 關於同志的一些權益 然後一些法律想要去爭取 但我們都說我覺得 真的應該最快可以做到這個同志婚姻的 大概就是台灣了吧 真的 然後希望 希望我們都一起努力 然後我覺得真的不要太分的清楚 啊 香港台灣或者是哪裡 我覺得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們都需要一起去用這個力 我們一起各自努力好不好 我們是台灣醫學生聯會 性健康部長室 那我們這個部門就是由就是 全台灣三教七七的醫學生做主 那我們這個部門都包含了很多議題 那其中的話 其中我們今天最主要做的就是 社會關懷這件事 然後所謂的社會關懷就是 我們最主要會去接觸 社會中不同的基地位 然後會去接觸 社會中不同面向的團體 像是今天的同志大遊戲 我們就想要去接觸 同志這塊主持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 在醫療環境中 建議性別敏感度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找到那個勇氣去面對自己 其實有時候 不見得那麼不可能 對 有時候我們自己想像的結果 想像的害怕很多 對 可能比起真的踏出那步還更大 所以 就真的 加油了 我只能說加油 無論你是已經在這邊的 或是 在哪裡看著這件事情發生的 我覺得 最重要還是 接受自己 對 接受自己 真實的樣子 自己接受自己最有力量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認為一步走南 一開始我們打著理念 我們希望能夠自由戀愛 希望能夠平等成家 我們希望每一種家庭 都能夠被看見 於是 越來越多的家庭 確實浮現在我們的身邊 我們長了眼睛 我們看見了不同的愛 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情感 但是自從九七凱道之後 我相信常常在網路上的朋友們 一定看到了一件事情 現在的各種的網路上面 各種流傳著 關於多元成家 就是淫亂的家 關於一女多男 多男一女的家 就是多批 就是淫亂 就是 就是不倫 我們聽到這樣的言論 其實非常的難過 其實我們非常非常的 懇切的希望 所有支持多元成家的朋友們 真的好好的看我們的訴求 真的好好的看我們的草案 並且 不只是看我們的草案 而是回過頭來 去想想我們自己的親密關係 就是一場長期的Pump 對 阿門場其實是去 今年 四月才成立的產品 然後 過去兩年 我們都有 以一個人的身份過來 參加的遊戲 因為我們覺得 其實現在 世界都變成地球串狼 然後每個人的關係 每個社群的關係 都變得很緊密 所以我們覺得 在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們能力能夠做到 能夠去得到他的遊戲 我們也想去支持 這是我第二次的參加 投資大遊行 我會參加投資大遊行的原因是 不是基督徒 在我們德教授傳統裡面 雖然有 不少人反對同志 或者同性戀者 但是在我的信仰裡面 我也認為說 耶穌基督是接納那些 所有的弱勢族群 那我認為 同志是作為一個弱勢族群 也應該在信仰裡面被接納 所以我代表的是 在基督教的聲音裡面 另外一種聲音 但是這也是 出於我個人信仰的環節 我認為我也這樣子相信 在前面 同志在上帝的裡面 是被接納的